肺腺癌多建议女性 恶性度非常高 肺腺癌在所有肺癌患者当中 人数占比是最多的 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 而且多发疑女性 它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又常常是出现恶性胸腔肌液 或远处转移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让人防不胜防 肺腺癌有这样一个特点 它的倍增时间 在肺癌四种常见类型当中是最慢的 也就是说 肺腺癌细胞在体内增加一倍的数量 比如它由100个变成200个 大约需要4到6月的时间 但是它却具有高度的转移性 所以你看它发展很慢 发现的时间可能病灶还很小 而全面观察时 却已经出现了全身多处的转移 这是很可怕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场常说的小腺癌大转移 那么如何预防以及怎样去治疗呢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陆续给大家讲解 我是肿瘤专家邵战强 关注我收藏了解更多肿瘤知识